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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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受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态度 然后我觉得这个音乐的形式很酷 然后想跟大家不一样想要特力独行一点 所以喜欢上了HIPPOP HIPPOP对我来说就是我生活吧 因为它已经完全融入进我的生活里面了 Hipop带给了我一条活路吧 没有这样的音乐 我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个地方 继续为了生计疲于奔波 当然我现在也在奔波 反正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 你相信光吗 就是那束光 这是我一直都很感激 也很感恩的一点 让我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培养了自己的自信 Hipop对我来说 是一种很棒的表达方式 因为平常可能 我不是那么太爱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人 但是谢哥可以帮我表达很多 对于Hipop我没有坚持过 因为我是热爱他的 我觉得这是个我的爱好 它不存在坚持与否 一路走来 我每次看到音乐节台下的观众朋友们 跟我的互动 他们的热情 然后还有他们跟我一起唱歌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是很感动的 我能感受到他们给我的力量 2015年的12月31日 因为那天对我来说 其实蛮特别也蛮重要的 那天跟Gaush的兄弟 还有湖南Sub的兄弟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演一天 全场应该有大概 3000人到4000人吧 第一次觉得 哇 原来我的歌可以让这么多人 就为之疯狂 心态上每一次上音乐节的时候 有期待 有些许的紧张 那份紧张不是忐忑的紧张 是想要这一次 如果我还和上一个音乐节一模一样 那对于创作者的我来说 没有新鲜感 所以说你们在Bridge的音乐现场 会看到Bridge有洒水 有跳水 有跑火车 有前排往左跳 往右跳 有爬电线杆 到场外 到左边 到右边一击 在最后一排 我会跑大喝 所以说我一直在尝试 Bridge的音乐节 对 希望是最好玩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 很难能可贵的感觉 就是当台下的观众 跟我一起互动 甚至是当我演唱完的间隙 他们可能因为 受到了我音乐的感染 情不自禁地开始 重复着喊我的名字 都会让我受宠若惊 我觉得大蘑菇这三个字 能够诠释一些东西 如果拼音的话 拼成大蘑菇也挺好听的 而且挺有意义的 蘑菇它总是生长 生长在那些 你看似阴暗潮湿的地方 竹林里 就是湿地里 你没人看得见的山林里 无论什么样的条件 它都能长出来 其实贼像我们这个团队 就从无到有的一个精神 市场上其他的音乐节 都办得非常的好 但我永远都好像 只是一个客人的方式 去到别人家里去玩 虽然别人也很热情 但我总觉得就是 好像只有台上那40分钟 或者30分钟是属于我的 我觉得不够 好像没有一个更大的概念 能让爱 把我身边的人 我的朋友 我的演艺朋友 我家人 我的工作人员的家人 能好好的我们聚在一块 为了音乐这个事 聚一次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 来到我的家里来 对 我觉得如果是我会更希望 我们和观众的距离 会更近一些 因为我之前有演出 会觉得和观众距离有点远 我更希望他们可以 更直观地能感受到我 希望把音响设备顶到最满 对 多花点钱给我们的音频设备 争取让我们的音乐质量达到 跟视觉 还有我们这些优秀的说唱歌手们 一样匹配的最顶级的配置 没事 我少拿点钱 我愿意捐给我们的音频设备 还在构思 真的 我还在构思 我在想要不要乐队或者dancer 跳过舞啥的 有可能很生疏 但是我觉得自己家的音乐节 可以敞开玩一玩 跟之前有不同的感觉的地方 是在于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大家是非常上心 想要去把这个东西完成好 这次音乐节 也会唱一些自己没有发过的新歌 其实就比如说以前音乐节 都是我们各自演各自的部分 演了之后就没了 但大墨古音乐节就不一样 因为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 可以合唱的东西在里面 没有这么多规则的限制 在DMG上面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卡 是能唱满十首歌或者到十二首歌 今天是黑怕的第五十周年 我希望下一个五十周年 黑怕在中国 首先它是一个继续的有爱的东西 和平的东西 我真的很希望黑怕会变得更多元 每个孩子都可以去用黑怕来说 自己想说的话和想说的故事 然后黑怕涉及到的题材也会越来越广 就这样 如果我们整个团中的话 我觉得最好是我们几个能给我们一笔钱 给我们一笔钱我们能去旅游 就大家一块就是边旅游边玩 然后记录24小时生活状态 看一下哪个谁最邋遢 谁最爱干净 然后谁的生活比较细致 我觉得这种大家会比较喜欢看 那其实我觉得一起出去旅游啥的 或者是就像你说去乡下一起玩 JEEZ 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玩的 那天在音乐节 我们会给你万人大合唱的歌 不只会只有几首 我们会让你们全场一起举手 把快乐全部提早 要说到青岛可能有烧烤或者啤酒 这一次让你们感受到什么是全力以赴 这是一个属于助梦者的机体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大蘑菇音乐节欢迎你 RUN DMG 大蘑菇顶起来 用爱代替语言